马上嘉秀姐就传简讯说 什么时候可以再邀请邪宗牧师 我说不是才刚讲完吗 好 所以我们一起拍手 欢迎邪宗牧师 想要你们平安 平安 感谢神 谢谢光哥兄哥 谢谢每一个家人 让我有机会再次回到我们当中 来分享神的心意 那当我其实呢 今天要来之前 我必须要说 昨天其实我整个晚上也不太好睡 我一直在思想 到底神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神在做些什么事情 特别在我们这个家中 那我必须要说 从上一周里面 光哥带下一个讯息是 神在邀请我们 一起来建造这个家 特别呢 你可以看见 不论是小微 或者是我听过很多的 这些传道跟牧者 其实我不好意思跟光哥说 我是听着你的 你的讯息长大的 有多少人是这样的 拍掌将荣耀归给神 当我还是呢 成为一个基督徒 刚进来的时候 不是就是约书亚吗 怎么看就是光哥 所以每一次看看 怎么又是他了 这团应该有新鲜的人 所以家人们 我想要邀请你 这是神在邀请我们的季节 今天的青虫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在我里面 你要知道 从你们 从这个家开始 释放一个圣灵的大能 正在台湾 正在席卷 但我们的问题是 你知不知道 你在这个家中 拥有什么样的产业 我们的问题是 当神在邀请你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回应 所以当你跟我 其实常常在神的殿中的时候 我们要思想 到底现在这个机会 我怎么觉得都有一些杂音 是你们有听到吗 还是我身体一直动就会 OK 我讲到哪里 我告诉你 我只要一断我就断 当神邀请我们的时候 很多时刻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想法 但家人们 我必须要说 这是你的时间 这是你的日子 已经来到 特别呢 神在我们整个灵梁山庄 再次有一个 极大的心意 临到的时候 你是不是愿意 为着这个家 一同一起站立之外 我们一起同台约会 所以我渴望 我们一起来加入神的计划 我也渴望 神在我们当中 神在做极大的工作的日子里面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需要由你站出来 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 分享一个主题是 若没有这些人站出来 告诉你从我旁边的 你到底是哪一种人 家人们在这个世代里面 甚至在现今的环境里面 我可以说 其实我们进入到一个 极大的震动的当中 甚至在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盖万民的日子里面 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日子是越来越难 甚至借着经济 你会发现 列国的经济 开始会有一些 不但是震动之外 会有很多的国家 就突然在列国里面的 好像那个国民就开始消失 所以整个通膨 甚至你会开始发现 接下来有很多人 对于面见房贷的问题的时候 会面临到一些挑战 当在这些日子 已经来到的时刻 我们到底该怎么样 可以面见 以至于甚至在风浪里面 我们可以相信 这一位神是我 引导引路的神 我们都知道 当你跟我 其实来到教会的时候 不仅仅只是来认识 他的爱 神有一个极大的心意 当圣灵的造访 临到我们这个家中的时候 家们你有没有选过 为什么台湾那么多教会 只选择在我们的青丛里面 发生奇妙的作为 甚至神的圣灵的造访的时候 我们又该怎么样 接待祂的同在 以至于开始保持着 甚至开始呢 里面有一个极大的渴慕 好叫我们可以持续下去 家们我必须要说 一场复兴的来到 需要有个人的觉醒 一个个人的觉醒是什么 需要你开始从神领受能力 我们一起来读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 来 我想这一节经文在 你跟我其实在熟悉不过 但神在告诉我们什么 如果你仔细观看 《使徒行传》第一章前面 你知道呢 所有的百姓 所有的门徒都在观望 都在渴望以色列国 一直在询问 以色列国到底什么时候复兴 但是神的心意是渴望 渴望什么 祂的国可以容忠降临在地上 所以神其实在一章八节 一直耳听面面的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开始 在神的殿中里面 甚至耶稣嘱咐门徒 上达到马可楼上 开始你要知道这一百二十个门徒 聚集 跟我一起说聚集 你知道当我们同心聚集 我们只有一个心智 就是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的日子 神就有神迹奇事 临到我们这个家中 所以当我们领受到 这个能力的时刻 能力是要做什么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不代表 不只是你呢 好像在聚会里面 你很能 甚至呢 你常常可以为人家祷告 为人家赶鬼 这个能力是什么 神要让我们在生命当中 有一个极大的转换 好叫我回到家中 回到校园 回到工作 回到侍奉里面 带下极大神的心意 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来想一想 你跟我当我们被神 被神触摸的人 家人们 我真的要告诉你 你一定要去想一想 为什么圣灵你来到我们当中 圣灵你充满在 在我们这个家中 你的心意是什么 今天晚上 我有一个极大 在我里面就是一段话 在这一段话里面 我想要邀请你们 一起来读这段话 好吧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在呢 马太福音20章16节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 来 来 眼睛看我 家人我要告诉你 在这里如果你只去观看 在20章的前面 第一节开始就在讲到 天国有一个比喻 他比喻什么 比喻就像一个葡萄园一样 这个主人呢 其实在出门的时候 看到什么 在葡萄园外面 有一些什么 咸杂人啊 有一些这看起来咸咸的啊 又看起来呢 好像呢 需要有一点点动力啊 所以他就邀请他来 进到什么 葡萄园工作啊 甚至给他什么 一银钱啊 所以你要知道 他开始在做一个什么 看见这里呢 好像呢 你看脚翘着 什么都没做 就开始邀请他 一起来领受这个 这个什么 一起进到我的葡萄园 来开始来做工作 甚至呢 让他的生命 开始在葡萄园里面 开始什么 生发出能力 所以你会发现 神这一生 一直在什么 在寻找着我们 以至于什么 让你的生命里面 不再孤单 让你的生命里面 开始呢 开始呢 他用这样的眼神 看着我 哦 真的哦 感谢主啊 神对你有极大的心意 待会为你祷告 来来来 我要提的是什么 你要知道呢 当呢 你要知道 当邀约有顺序嘛 所以呢 圣经里面 如果你去看前面 9点 12点 3点 下午5点 其实每一次 每一次 只要神一出门 看见呢 有一些人需要 就把他邀进来 有一些人开始贫穷 有一些人开始呢 二朝的时候 他就邀请他进到 他的葡萄园来工作 但是然而呢 当在晚上的时候呢 在这些刚进来的 你们刚刚谁先进来 如果刚进来 你要知道 你只是拿到 拿到什么 好啦 你就假设拿到一块钱啦 那呢 最后进来的是 你要知道 他也是拿一块钱哦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 不太爽 你会不太爽的 请举手 举高点啦 神的店中 不要说谎啊 手放下 你要把 我真的告诉你 这就是人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进来的 其实可能没有做什么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有一些人就像他这样 站起来就这样 连工作都不要做 或者是这样 就钱耶 好不好赚 你真的好赚 所以家人们 你要知道 在这个时刻 我们领受 白白的恩典的时刻 我们常常会去看见 我们开始在 这个葡萄园里面 我们会有比较 但是神在这里 却讲了这句话说 那个再后的将要再前 再前的将要再后 但今天来 眼睛看我 当你一进到 我们这个家 你对于这节经文 绝对不陌生 因为常常你都会告诉 这个新来的 我现在告诉你 你可能听不懂 但我真的告诉你 将来 你一定比这些 坐在这些的人 跑得更快 甚至上帝要帮助你 要带着你 做你超乎你所求所想的 所以你要明白 但我们却是什么 常常会觉得 为什么他那么晚来 他可以 他一样跟我拿一样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这里神有一个 这好像有一点 完成我的心愿 你知道我小时候的心愿 就是要再 就只是演歌仔戏而已 这不是很local吗 我从来没有这样被贴过 这有毁容吗 来来来 我讲到哪里 主啊 这有搅扰 你要帮着我 来 我们讲到什么 我们很多时刻 神的心意你会发现 神总是把 把那一个 神的机会 给那些预备好 甚至给那些 饥渴的人 但我要提到的 在这里讲到说呢 虽然他晚一点来 但是他同得这个奖赏 那我也必须要说 按照他的想法 那个不爽的想法 他会觉得他了大了 但这里在讲 属灵的意义是什么 来眼睛看我 这里讲到 其实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 后面讲到 被招的人多 选上的人 被招的人 选上的人 被招的人 选上的人 家们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我要告诉你 举凡呢 神把你选上来 进到这个葡萄园里面 把你呼召来到 这个葡萄园里面 把你从这个为奴的世界 把你拉出来 进到父的家中里面 领受这个白白的恩典 来眼睛看我 这不是个宗旨 这只是个开始 甚至神乐意将 这天上一切的资源 风风风风要赐给你 所以后面他讲到 选上的人少 那个选上是什么 那个选上是什么 我要告诉你 当神把这样的恩典 呼召他们四个人来当中 可能这从当中 开始有一些选上 那个选上是什么 再一次从这救恩的里面 开始把你选出来 让你去做在这个世代 别人所不能做的 甚至让你在 把你选出来之后 让你去做 这个世代里面 所需要的 所以你会发现 神一直在做一些的 一些的什么 拣选 家伙我要告诉你 这是一件很兴奋的事 这是一件很兴奋的事 很多时刻 我们很多人一直在讲说 我要尾声在敬拜团 我其实应该哪一天来 来约书 要 奥迪寻一下 你要知道很多人 说要尾声在敬拜团 阿们 我这恩高的声音 我们教会的人 都不让我唱歌了 他们都觉得 可以小声一点 家伙们 你要知道 很多时刻你说 你要尾声在小组长 你要尾声在职场 尾声在你的学业里面 但是只要我们遇到问题 甚至呢 光哥 信中哥 甚至你要知道 你的领袖来邀请你的时候 你就开始会觉得什么 我不行了 我够了 甚至我也要告诉你 这个被选上是什么 当你被选的时候 很多时刻 你呢 你一直在想 我真的很想要 但我面临到问题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还是在这里就好了 但是呢 我又不满足的时候 神啊 你使用我 好吧 来吧 但当面临到问题 跟权柄有问题的时候 这不适合我 你的生命里面 常常就在这样的挑战里面 但神说 为什么选上的人少 告诉你左右旁边的 看你啊 神到亚当的时候 就把这个选择权 已经给你了 但重要的是 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回应呢 家人 我要告诉你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你要知道 我们不是只是被呼召来 领受这个救恩 神对你我的心意里面 有一个极大的计划 是要将你成为一个礼物 把你送出去 告诉你左右旁边的 我就是长这样 我就是美好的礼物 这是神有一个美好的制作 在你的生命当中 Amen 所以在这里讲到 你被呼召 不是指呼召来 领受这个救恩 我要再换另外一个角度 来告诉你了 有多少人渴望圣灵的造访 你有被圣灵充满的经验的 你举一下手来 牌掌将荣耀归给神 亲爱的 我要告诉你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也代表一件事情 神正在邀请你 你就是那一个被选上的 你愿不愿按着神的心意 持续地往前走 我们可以看见 当耶稣挑选 十二个门徒的时候 他说他昼夜祷告 在路加福音里面来看 你要知道他说 他昼夜祷告 甚至到天亮的时候 他说叫他的门徒来 你要知道 从中间就挑选十二个门徒 加密人我要告诉你 这十二个门徒 是一个被选上的 那当被选上的时候 他要来做什么 就是在这个世代里面 做我们所不能做的 也可能是在这个世代里面 神就透过这十二个门徒里面 将神的国带下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不是只是领受到 这个救恩受喜归入主的名下 明白他救恩的美丽 就停止而已 No 圣灵有一个极大的心意是 祂要充满你 祂要造访你 你不但领受能力之外 你还有一件事情 神要你去 是万民都做主的门徒 所以这个能力 你要持续在你的里面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我必须要说 这是一个被选上的开始 当你愿意开始回应神 在你里面的感动 愿意好好的按部就班 甚至按着神的 讲台上的讯息而走 我真的告诉你 那个顺服跟谦卑 长在你的里面的时候 你将会挖掘这天国的宝藏 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 好 给他们热烈的掌声 请回座 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 再来读一段经文 家人们 我要告诉你 很多时刻 当如同我刚刚说的 你说你要尾声 在很多的领域 甚至呢 你停滞了 你说你要尾声 你要敬拜 你要门训 但你没有继续 因为你里面 你可能会想着说 反正都有人带着 都有人做啊 我不是那一个 最好的选择 甚至呢 可能是什么 可能 我现在没有办法 你找别人吧 家人们 我要告诉你 当你渴望被选上 当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里面长出一个心智 就是持续地 回应神的邀约 有多少你渴望 持续回应神的邀约 拍掌的荣耀给给他 你要拍掌就拍大声一点 要欢呼就欢呼大声一点 为着你的生命 扬起声音来 家人们 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 来 家人们 保罗是被神选上的 同意的你说 阿们 在保罗这个世代里面 他做别人所不能做的 你要知道 当扫罗的生命的时刻 他是个逼迫基督徒的人 当在大马色的光里面 神的光临到他的时候 我说这是第一次的相遇 这个救恩就如明灯发亮 闪烁照耀在扫罗的里面 以至于在接下来的日子 神给他一个新名 甚至他开始起来做回应 所以在这里 在这里 在《使徒行传》里面 主就叫亚养尼亚说 你去 你去 你去跟保罗说 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各位说拣选的器皿 各位说拣选的器皿 家人们我要说 神要他的仆人 只管去传递 他只是什么 他所拣选的器皿 保罗就是如今 他所拣选的器皿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 刚刚我们所说的 当神的邀请 当你被选上的时候 你里面的回应是什么 你里面的回应是什么 我再用一个比喻来告诉你们 可不可以这二三排的人 全部都出来 我们就到这里 快点快点 麻烦你们了 我的弟兄今天讲到很累 因为他一直要当我的model 你第一个选中的 来眼睛看我 在这节经文 其实里面有一个 很真实的讲法是什么 当神的邀约领导的时候 你愿意回应的时候 你开始踏上 你生命当中的计划 开始呢 当你愿意回应的时候 你开始就往那里走 甚至呢 你开始踏上去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会进入到丰盛 你的生命开始会面见 那个迦南美地 但我也要说 神没有应许天空 永远会常来 我们的问题是 当你面临到风暴的时候 你还相信你是神 拣选的那一位器皿吗 所以 家人们 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 神对保罗所说的这句话 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保罗如今如果没有回应 我必须要说 宣教的脚中没有打开 你跟我不会领受到 这份福音 所以 一个被选上的人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是什么 常常明白 来 神的旨意一直跟上去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当你一直上去的时候 意味的是什么 可以靠那边一点吗 因为没有选上 这里被选上 这里没有 这里就只领受救恩而已 也很好嘛 对不对 你看 过着美好的生活 平平淡淡过一生 无视一身轻 眼睛看我 我要告诉你 当你开始有这样认知 觉得现在生活很好 我不要再改变的 我要告诉你 你就是进入到 这样的网罗里面 这个网罗我称它为 来 眼睛看我 我用闽南话教你们 这一边叫永春的啦 告诉你左右旁边的 永春的啦 来 你知道现在当牧师很累 还要教你们讲国语 这个国语是怎么说的 就用圣下的 也就是当神的呼召领导的时候 一直告诉你说 弟兄你可以起来 为我为列国祷告吗 你说好啊 回应啦 起来个几天就觉得 白天太累了 先回座 可以起来 五点多起来呢 好好的成根吗 好 我愿意回应 来到教会 很非常的holy 但回到家 遇到问题又来了 其实蛮累的 家们 你要知道 当你的心是违和的时候 你里面所释放出来 那个回应是非常重要的 以至于你会发现 当你开始没有回应上的时候 一个人如果没有踏上去 给他量身打造的 一个命定跟计划的时候 我必须要说 你的心不会满足 当一个人只是呢 被呼召来 只是领受救恩而已 来眼睛看我 我要告诉你 每个礼拜来我们这个家做 来我们这个家做 敬拜就敬拜 holy就holy 神迹奇事是那一边人的事 不是我这一边的事 我真的告诉你 我们这样一直做 一直做 一直做 我们就会做出宗教分子来 你知道什么叫宗教分子 听到要做三分之一板凳 对神要有态度 态度到底在哪里 你明白吗 为什么会有法利赛人跟文士 因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他们专心尊严 遵从神的话 没有错 但他们的生命里面 就是在被选的那一刻 圣灵的造访那一刻 他拒绝了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是 在你的生命的旅程当中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一个愿意回应神的人 他开始要踏上 那个被选之路 当进入到被选之路的时候 你的生命开始会过着精彩 你的生命开始会 找出生命的价值 保罗我们来看 若是他没有回应 一直的持续的跟上去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保罗 其实在圣经里面 就只是常常被人家 称为的是什么 逼迫基督徒的人 就是这一个 就是他了 很像媳妇 家们 当你开始呢 只是什么 被招来领受救恩的 你不是开始进入到一个回应 愿意那个呼召那个选上 临到你的时刻 你的心是不会满足的 你知道当我听 不永康牧师的分享 当我听 他的分享 他的侍奉带下一个 极大的能力的时刻 你要知道 每一次这些古圣徒 在分享的时候 他们常分享一个新生事 常常会问神说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 当神很多时刻 你知道我很喜欢读 那个复兴史 常常神给这些 古圣徒的回应都是 你不是我priority 你不是我第一个 优先的选择 所以神至今在 寻找一位 愿意当神的 邀约领导的时候 当你的领袖 邀约领导的时候 愿意站上去的 家们我要告诉你 我要告诉你 神至今在 未来的日子里面 祂在寻找一个 常常say yes的人 即便在风浪里面 即便在你的侍奉 面临到挑战里面 我要告诉你 都不要失去盼望 因为一个被选上的人 你一定会经历挑战 一个被选上的人 神有一个极大的恩典 领到你的身上 Amen 再看清楚前面这些人 这里叫 这里叫 到底有没有认真 这里叫 这里叫 泳村耶 家们 你一定要明白啊 你到底要选择 你的生命是在这里 还是你愿意在这里呢 那到底被选上的人 到底被圣灵造访的人 被选上的人 家们我要告诉你 他可以带下什么能力 他身上拥有的是什么 你会发现 一个人的生命啊 如果他里面有耶稣啊 如果他里面有喜乐 我要告诉你 他走到哪里 都可以带下你一份喜乐 有多少 你有遇过你旁边的人 好像你很喜欢 跟他在一起 因为讲没几句话 你就开始 你有经历过这样的人 请举一下手 身边有这样的人 那个Ada不是就是吗 那个笑声可以传遍呢 可能都琳琅山庄 外面都信得到 所以家们 你会明白一件事情啊 当一个拥有耶稣 当一个被神的灵 充满的人 当一个被选上的人 我要再一次告诉你 我要再一次告诉你 你是拥有 你是拥有这个能力之外 你开始走到哪里 要成为一个 祝福流通的管道 那一个被选的人的特征 到底是什么 他里面到底 一个被神的灵 充满一个跨上去的人 他到底可以带下什么能力 他又有什么样的 一个特征呢 我们一起来看 来我们给他们热烈的掌声 请回座 我很快就讲完了 我很快就讲完了 所以邀请你们一起进来 第一个我要告诉你 他是一个早熟的人 公益说早熟 公益说早熟 来眼睛看我 在鼠林的里面 在一个鼠林的凌晨里面 我真的告诉你 不要小看你自己年轻 一个被神的灵 领导的人 一个被神的灵 充满被选上的人 我要告诉你 神的智慧 神的谋略 是长在你的身上 不关乎你现在 可能25岁 你可能已经呢 拥有了25岁的身体 但是你却有35岁的智慧 你可能开始只是什么 18岁而已 但是你确实可以呢 进入到一个什么 38岁的一个想法 以至于当你在这个 年轻的世代里面 你拥有一个什么 拥有一个成熟的看见 拥有一个可以 一个看见的 是打开世界观 跟国度观的领受 先生们 这是当被选上的时候 你可以带下 甚至你的生命里面 常常可以明白 神现在所做的 我们来看但以理 你要知道在他年轻的时候 甚至在他的生命里面 服侍了四个王 甚至你要知道 在每一个旅程里面 在他面临到难处的时候 他常常起来 就是寻求神的面 以至于在他的生命当中 长出了胆量 长出了智慧 你要知道 在他年轻的时候 面临到第一个挑战 就是什么 吃祭物的问题 因为他不吃什么 拜偶像的祭物 于是他开始 神让他有那个胆量 让他有那个勇敢 开始起来 say no 家人我要告诉你 甚至现在的年轻人 我真的要说 在现在是Z世代 或者Alpha世代的 这一群年轻人 你们的这个世代 会越来越不容易 我们需要求圣灵 来帮助我们 你知道当我在美国 去服侍的时候 我遇到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 其实在大二的时候 大二大三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休学了 为什么休学 因为那个时候 在大一的时候 他已经在 在整个呢 整个他的国家里面 已经开始呢 我真的告诉你 不是一家公司而已 他是开了八个公司 开到后来 连总统都来召见他 我要提 我就开始问了 这一个弟兄说 你为什么当初 会有这么想法 他就开始跟我讲说 那时候我只是个传道 他说传道你知道吗 当我每天花时间 当我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 我花时间来读神的话的时候 我越读越有滋味 甚至我越读越被神开启 以至于我从圣经里面 好像开始呢 跟我所读的商业 开始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我看见了商机 嘿嘿 来眼睛看我 人家看圣经可以看出商机 你看到什么 有行情看涨吗 所以你知道 这一个弟兄我就看见 他的生命怎么样翻转 他不是被故障 在这个为奴的世界里面 把他拉出来 成为只是领受救恩而已 当神的心意临到他的时候 他就再做一个确认 于是他就跟上去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告诉你左右旁边的 不要怕只要信 当一个被选上 被选殖民的一个极大的特征 就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会开始长出 从神而来的智慧 以至于让人们看见 你的同学都会喜欢你 因为从你的口中 开始会流出 如蜜一样的话语 滋润人的心 正如你的口中 开始会说出智慧的言语 开始解决人的问题 家人们我要鼓励你 这一生里面你需要知道 我们不是只是来领受 救恩而已 神对你的生命 有一个极大的心意 我们来看第二个 它不但是一个 早熟的开始 第二个我要告诉你 我要告诉你 当一个被选上的 我必须要说 告诉你左右旁边的 你就是个领袖 告诉你左右旁边的 你不是一般人 告诉你左右旁边的 但你还是人 家人们我们一起来读 一段神的话 我们一起来读 一段神的话 在哥林多前书 一章二十六节 我们来读神的话 来 家人们很多时刻你会觉得 神你要用我到底 你要用我什么 但在保罗向着哥林多教会里面所说的 他说你们蒙招 按着肉体 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的不多 告诉你左右旁边的 本来就不多了 神在至今在寻找一个 本来就不多的人 但他只要做一件事情 告诉你左右旁边的 就是回应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当愿意回应的人 神便加添力量给他 所以当你开始拥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你开始会进入到一个 做不平凡的事情 家人们 我真的要说呢 你千万别比较 甚至你不要认为说 我有恩高 我有口才 我被圣灵充满了 我今天为这个人祷告 他开始祷了 很有能力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你跟我没有什么可夸的 当你被选上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一个看见 神拣选你 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不足 神就是在我们的软弱里面 要把我们成全起来 让教室人看见 我们里面的神 我们不但只是如此 你知道他拣选的 都是这些条件 你开始就会觉得 神啊 你的国怎么感觉到 都是残兵啊 但我必须告诉你 神至今没有要选择 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神至今在寻找一位 愿意聆听的人 他只是要他持续的上去 让在你的里面开始知道 当你站上去的时候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你将会知道 这个领袖的生命开始 你只要成为一个领袖 我必须要告诉你 你要先成为一个跟随者 在你我的基督徒的生活的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成为门徒 跟我一起说门徒 这个门徒是什么 当我们渴望成为领袖 开始起来祝福的时候 我们要先成为那个跟随者 你知道那个跟随者是什么吗 是什么吗 来 就你了啦 你是 我知道 赵先生吗 我等一下我有事要找你 你已经告得我了 三个晚上没办法睡觉 来 我们讲到我们要成为一个领袖 你要先成为一个跟随者 我先假设我是个领袖 他积极度很扣 他搞得我蛮紧张的 意味着是什么 当你的领袖做什么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什么 跟在后面做什么 当你的领袖开始 如果开始在做什么的时候 你就需要开始跟随的做 当他开始做有氧与动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开始呢 一直呢 把他身上的那个DNA开始做 你也可以比较快吗 家人们你明白吗 以丽莎 为什么可以 在他这个世代 实行双倍的神迹 我必须要说 他身上的制作 完美的制作 是从以利亚来的 你是有学过手语 我讲到要手语的翻译 你先停一下 你这会搞混我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这里在告诉我们什么 你要知道 以利沙为什么在他这个世代 可以释放 可以实行 可是在他的世代里面 可以做新鲜的事 是因为他的基地 他的basic 他里面 里面所有的 都是以利亚而来 如果我用这样讲 有一层跟两层的话 第一层 那个基地 那个基地是从以利亚来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领袖 除非你先成为一个follower 成为一个跟随者 当你在跟随的时候 我要告诉你 不论你的领袖做什么 你就是跟着做 在你里面有不懂的 你就开始问 以至于长在他身上的 也长在你身上 家门我要告诉你 当一个被选上的人 里面有一个渴望是 他的生命不再单顾自己的事 一个人如果一直专心跟上去 一直看中神的事 神就看中你的事 所以当我们成为一个 一个跟随者的时候 你知道其实我不太 我不喜欢当领袖 我喜欢单小跟班 我喜欢捡那个睡渣儿 我以前跟着我老师 出去服侍的时候 他做什么我就跟着做 甚至你知道到后来 我觉得每一次他讲到 快讲完的时候 我里面他讲到哪一点 我就知道他待会选的诗歌 他又要换歌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 因为当我们持续在 跟随的过程当中 你知道你会跟出 以利亚的心 你会跟上去之外 你会明白以利亚 到底在想什么 甚至为什么在这一件事情里面 你的以利亚 会有这样的看见 家伙我要告诉你 被选上的 甚至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我必须告诉你 他其实一开始 慢慢的就如同什么 一个学徒一样 开始持续的跟随 以至于逐渐长大 以至于开始长大成熟 长出基督的声量 所以你跟我 我真的要说生命没有素食 你不是说你被圣灵充满之后 我开始起来 我就开始 台湾我来了 我告诉你 你真的就来了 然后我要提的是 当你愿意成为一个 跟随者的时候 这是不容易的 因为在你的里面 你会觉得又要被管了 在你的里面 你又觉得说 又会被控制了 家伙我要告诉你 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 必须要脱去这一切的思维 以至于我们才有办法 领受上一代的高模 你不需要再自己去做 自己去闯 因为在这个家中 拥有丰富的资产 你只要在这个家中里面 好好成为一个跟随者 你将会在这个家中 所制作的也会 在你生命当中做极大的工作 Amen Amen 有多少你愿意成为 这个跟随者的 你把手高举起来 拍张将荣耀归给神 来 我们的问题是 当我们在跟随的过程当中 领袖是不是人 告诉你 左右旁边他也是人 你一定会看见 他的问题 但当你是那个以利沙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开始成为 以利亚的帮助 当你是亚伦跟护尔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成为摩西的祝福 我真的告诉你 越贴近的人 你愿会看见他的软弱 越贴近的人 你会愿意看见 他那个能力 到底有哪些缺点 你知道我的同工 其实都知道 我行政能力不太好 我早期其实在做一些活动 要去的时候 我都跟他们讲说 你那个表格 可不可以这样做 他们都会跟我讲说 谢谢你 可以请回座吗 我就默默的就飘走了 家门我要提的是 你要知道 当我们长出这样一个尊荣的 一个文化的时候 我们里面是会长出信任来 仇敌现在在攻的是什么 当你在跟随的过程当中 你会觉得 为什么上一代都不这么做 为什么上一代 要这样一直告诉我们 为什么在上一代里面 你们都没有听我们的话 是不是 你里面开始会有很多的想法 家门我要告诉你 你要成为领袖 你要先成为跟随者 你的领袖一定会有问题 但当有问题的时候 你愿不愿成为他的帮部 我很乐意成为那个帮部 因为你知道 当我们的生命里面 你知道首席很好找 最难找的就是 第一名的第二名 不对 第二名的第一名 所以家门我要鼓励你 当你踏上被选之名 这一条路的时候 这一生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神在这世上 为我们有属灵的家 为我们有属灵的领袖 当我们开始呢 一直跟上去的时候 我们里面 跟我们想法不同的时候 告诉你左后旁边的 一定要问 告诉你左后旁边 到底要讲几次 Amen 来给他热烈的掌声 来 家门我要告诉你 你一定要知道 当你跟我被选上的时候 当你跟我进入到一个极大的心意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你一定要知道 神没有花几年去名校 这里找 那里找 找最好的 神也没有去那个高楼大厦 甚至在101里面找 神是在哪里找呢 你要知道 神呢 神呢 只是都在寻找那个最软弱的 甚至你现在面临到挑战 你有忧郁的 你有一些精神的 你有软弱的 家门我要告诉你 这是神要拣选你的日子 Amen 因为神的心意是什么 祂要拣选你来告诉这个世界 告诉这个世界 我就是那个活神 你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看啊 我选的这个人啊 在你们人的眼中里面 看似不情眼 但却是带下复兴的人 家门我要告诉你 有多少这些呢 这些带下复兴的人 你如果仔细观看他们年幼的时候 你知道第一次呢 在阿苏撒街大复兴的时候 那个西门 你要知道 我开始持续去研究他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人啊 其实也蛮可怜的 连上个神学院都被拒绝啊 但神就是使用那个愿意回应的人 是你吗 如果你相信你的被造 是要起来治理的 家门我要告诉你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将会过不一样的生活 第三个 当你开始踏上备选之路的时候 家门我要告诉你 神在你生命当中 一定会开始进入到一个超能力的 超自然的领域 你会进入到一个超自然的世代 意思是什么 在你身上会长出的恩赐 能力跟才干 在前几周里面 我知道光光哥有分享 在属灵恩赐的里面 我都有在听啊 我每个礼拜都有在听啊 你要知道开始都在这些恩赐的运作里面 但家门我要告诉你 一个被选上的 神一定会把能力给你 神会把恩赐给你 但举凡你拥有极大的恩赐 你一定要听进去这句话 你是帮助这个人来联与耶稣 不是帮助这个人来联与你 如果帮助这个人来联与你的时候 你就有祸了 当你开始进入到一个超自然的里面 进入到一个恩赐 为人家祷告 并就得医治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告诉你左右旁边的 不是因为你 来 眼睛看我 我在为人家服事 这十几年来 开始进入到先知性的服事里面 我要告诉你 我做了一个测 因为我学医学的 我很喜欢做实验 我常常祷告完之后 我就会去问那个 哭得很惨的那个 我就会问他说 为什么你今天到底哪一句话 触动你的心 他就会跟我讲什么 牧师你刚刚讲的话 我都听不懂 你知道在那个时候 我不会心碎 我知道这是出于神 所以你不要以为 你去问人家祷告的时候 他倒了 问人家祷告的时候 他哭了 Oh yes 家门 No 不是我们做成的 是神 是神 当你开始拥有 这些能力的时候 我要告诉你 你一定要进入到 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 那个生活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读 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我们来读神的话 在哥林多前书 十四章四十节里面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 一二三来 来眼睛看我 你会发现保罗 向着哥林多教会 在谈恩赐的时候 讲到说什么 所有的恩赐要回到爱 甚至在这些恩赐的运作里面 如果你去看十三章 十四章的结束里面 它结束在什么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 按着次序而行 跟你说次序 跟你说次序 家人们 这个次序是什么 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 所有你生命当中的混乱 你一定要先把你的次序搞懂 你知道以前我的牧师 我的老师教导我一件事情 当我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 我常常对一些人有感动 所以我每一次 在青年夏令营的时候 所有的同工 我的老师就只找我 一直去为人家祷告 结果有一次 那个外勤讲员来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 今天晚上如果外勤讲员 没有邀请你祷告的时候 你一定要忍住 我就看了他 Why 我有感动啊 我有热情啊 Oh 我都知道啊 为什么不行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你要知道 当你跟我相信一件事情 即便你有感动 你要知道先知人 你是顺服先知的 你要按着在聚会的次序里面来走 哥林多教会拥有极大的恩赐 但后来为什么这个复兴的火 没办法往下传 甚至每一个人开始呢 有一些的反弹 甚至起来讲保罗说 你所传讲的不是耶稣基督 不是一个极大的福音 不是弥赛亚 你在传讲另外一个灵 我要告诉你 都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 没有次序 当神的灵来到的时候 你需要开始过着一个 有次序的生活 Amen 甚至你在为人家祷告的时候 你会开始有能力的时刻 当有人要来请你祷告的时候 我要鼓励你去找你的领袖 去找你的小组长 去找你的牧者 为什么要这样 我要告诉你 为的是保护你 当我们整个 整个这个家 在一个对的次序里面 我要告诉你 这个复兴会长长久久 因为你跟我真是知道 在这个家里面 我们拥有一个极大的次序 我很喜欢问人家一个问题 很喜欢问人家一个问题 Sister 如果你在小组里面 你遇到今天 你后面这个弟兄 刚好来到你的小组 你很有感觉 那个感觉不是喜欢他的感觉 那个感觉是你对他祷告 你有一些仰望 你该怎么做 对 你对他有一些领受 你会怎么做 我以前会讲 但现在不会 你以前会讲 现在不会的是不是 为什么 会带来很多麻烦 什么样麻烦 大家都找你祷告吗 会遇到一些困难 会遇到一些困难 来 眼睛看我 我想问你们这个问题 当你在小组里面 你遇到一个新来的人 你很有感动 要去为他祷告的时候 有多少人 你里面会顺着你的感动 去走的 请举一下手来 举一下手来 举高一点来 举高一点来 手放下来 我要告诉你 从这一刻开始 家人们 我们真的在一个 浮在一个次序的里面 为了是什么 当神的灵到的时候 祂的做事的法则 是按着次序而行 你要开始一层一层的往上 以至于让我们这个家 不进入到一个混乱的里面 所以我们的姐妹 她很聪明 她说她现在不会说 但我要告诉你 不是你不说 你要找对的人讲 那个对的人讲 就是要往上 所以你跟我开始 拥有这些恩赐 跟才干的时候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在我的里面 这一生 当我读神的话语里面 我觉得神常常开启我 就是在一个对的次序的里面 除非你的牧者 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你 家人们我要鼓励你 除非我们在聚会里面 你是个童工 你的牧者告诉你 就好好的去服侍 你就好好的去服侍 明白的你说明白 再来第四个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当你成为一个 被选知名的时候 当你成为一个 被选知名之后 我要告诉你 一个被神的灵充满的人 他是为了特定的理由 甚至有目的 为了什么 一些事情而站立的 怎么说呢 我们一起来读 约翰福音15章19节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 来 家人们在这里 讲到你们若属世界 有多少人是在这个世界里面 请举一下手来 举高一点来 手放下来 你没有举手的事 不然你在哪里 我们都在这个世界里面 但这里讲到说 世界必爱属自己的 我要说比喻 我来做这个比喻好了 今天有多少人 你去排过演唱会的 请举一下手来 神的殿中不准说谎 那个半夜都起来呢 拿票的请举一下手来 那手放下来 有多少次呢 教会有特会的时候 甚至有一些追求性的聚会的时候 你也会半夜起来买票吗 没有半夜开放 我会跟光安哥讲 我们以后呢 Asia的文化 半夜就开始抢票 我真的告诉你 一场复兴的领导 你抢票你都抢不到 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 我们到底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思意念 来面见现在圣灵的造访 家人们我真的告诉你 神可以在我们的聚会 做轰轰烈烈的事情 但是在你的家中 在你隐藏性的生活里面 我真的告诉你 神正是要做更大的工作 这里神的话 教会告诉我们说 只因你们不属世界 但是呢 我从世界里面呢 神把我们拣选出来 世界会非常的爱你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我们有很多人跟世界是这样的 来 你跟世界是眉来眼去的 甚至你跟世界是常常一直在想 哇 现今的流行文化里面 我怎么样开始可以跟风啊 因为你在找世界的爱 耶稣说 如果你是一个被选上的 你是被卷选的 这世界会厌恶你 世界会恨你 来眼睛看我 这里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 我来讲一个 我服侍一个弟兄 这是一个研究所的弟兄 当他开始进到这个研究室里面 我去他教会服侍的时候 这个弟兄呢 其实呢 鼓打得非常的好 很有恩赐才干 但呢 第一次他就很高兴地告诉我说呢 我考上了研究所 我说很棒啊 好好的去读书 开始在你的班上做光作严 但是呢 每隔几个月的时候 我在去他教会的时候 去找他的父亲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我受不了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说为什么 你知道他整个人本来很阳光的 到后来进入一块忧郁的里面 他就告诉我 那个时候 你要知道他就说呢 因为全班知道他是基督徒的时候 他们班上有几个是在性别里面有问题的 开始就对他其实是攻击的 甚至常常会嘲笑他 甚至常常什么 一直用群体的力量来攻击他 他说很多时刻 他到他在做实验的时候 做完的那个实验 都会被他们乱家士气 所以他没有办法 他说他真的很想要放弃 甚至一度他一直埋怨神 为什么让他到这个班上来 你知道当他遇到我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 神对这些软弱的 对我们这一群软弱的 神的心意是什么 要我们去爱 我们厌恶这些罪 但我们需要去爱这些人 你知道那个弟兄啊 马上就跟我讲说我做不到 我说我知道你做不到 但今天我要告诉你可以怎么做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你会发现接下来我们的言论自由 其实会慢慢的越来越少 很多时刻 我们好像硬被规定 一定要长出那个样子 我们有很多真理在接下来 如果都没有办法讲的时候 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我就鼓励这个弟兄 开始持续的祝福 我说你每天要去 礼拜一就祝福一号 礼拜二就祝福二号 就持续的祝福下去 你的班上有多少个 祝福完又持续祝福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那个时候我记得呢 我记得是六月份的时候 我遇到他 十二月份的时候 我再去他的教会的时候 圣诞节他们在布置的时候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这半年多来 你知道我一到他家的时候 这个弟兄是用跑的 用笑的跟我讲 到年底的时候 是跟我讲说什么 牧师我按照你所做的 开始做神 做了一件新事 我做什么新事 到圣诞节的时候 我把全班都带来教会了 甚至呢 更兴奋的是在圣诞节当天 我的同学有三分之二 都决志信耶稣 甚至他开始去陪伴这些呢 好像呢在人里面 他呢 感觉到是被群体所认同 但是却是躲在角落里面的人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神把你选上 神把你呼召出来 是为着特定的族群 特定的事情 甚至呢 神是借着你要向着这一群人 这个世界来发生的 我要鼓励你 神对你的生命 有一个极大的计划 Amen Amen 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我知道我时间快到了 但呢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光哥已经在摸头发了 我礼拜六都会很注意他的动作 你要知道呢 今天的最后 我想带你们呢 来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来我们一起起立 我请静脉团先预备 一个被选上的 对神的话语是执着的 对神的话语是在真理里面 永不改变的 Amen Amen 今天呢 接下来我想带你们玩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呢 我很期待 我们从游戏里面开始来认识 开始来认识 那这个游戏呢 我常常跟他讲 常常称这个游戏呢 称为什么 谁可以 谁可以留到最后 谁可以留到最后 我们很快速的哦 待会呢 这个呢 要答题的时候呢 你就在你的手上呢 如果是圈就比一个圈哦 你不要比爱心 就在你的头上 如果是叉你就比一个叉 可以吗 圈就比这样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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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走到旁边 你应该还活着吧 告诉你走到旁边 活着要有声音啊 好来第一题来 很快速哦 教会是我第二个家 以爱包容我的一切 所以我只要当我自己 去好好领受神的恩典和救赎 救好了 对的请 对 请说对 错的请说差 那个牧者就不要举了哦 你们想看 门都没有 我们采取公平公开公正的立场 来 还没啊 差的请举手 OK 我们来公布答案了哦 公布答案了哦 这一题答案是错的 你如果是对的 就请坐下咯 对的就请坐下咯 家们 我要告诉你 在约翰福音 约翰一书里面 三章八节 讲到神的儿子 神的种植显现的时候 为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 我要告诉你 神在预备 当你在这个家中的时候 神在帮助我们 要制作我们 做一件事情 就是长大成熟 儿子的位分是什么 就是长大成熟 你跟我 很多时候像个小baby 要被喂 但一个被神的灵 被选上的人 我要告诉你 你是要出去给予的人 Amen 好 第二题来 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进到新约的世代 神已将圣灵赐给我们 带下奇迹和奇妙恩典 所以我们凡事都要寻求 圣灵的感动和运行 对的请举手 对的请举手 错的 来 我这样好了 这样我比较看得懂 对的请举手 错的请举手 错的请举手 OK 来我们请公布答案 错的 对的请坐下 为什么 我讲解给你听 来眼镜看我 牧者们可以先坐来 来眼镜看我 这里我要告诉 每一个家人呢 你要知道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你属灵的五官 你的灵觉一定会被打开 但你一定要留意一件事情 举凡神给你的感动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美善的要 要 美善的 你要知道 开始你要持守之外 你要知道 凡事都要查验 所以 当你所仰望的 基本上你所领受到的 我会鼓励你拿一本笔记本 持续在做记录 你才会知道 你跟这一位神 到底是怎么样 进到一个合作的关系里面 跟我一说合作 跟我一说同行 所以我要鼓励每一个 在座的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明白 你怎么样知道 你的仰望是对的 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 你需要从神的话语来 第二个 你需要看环境 怎么为你而开 第三个 你需要有从权柄来的祷告 明白的 你说明白 OK 下一题 第三题 以后所说 第四章强调爱与合一 所以我们不要再论断彼此 分门别派了 未来众教会将会合一 组成一个跨越所有信仰 包容更多的大教会 对的请举手 对的请举手 错的请举手 OK 来 请公布答案 对的请坐下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在接下来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 告诉我们 会有很多的迷惑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今天我一直告诉你 一个被选上的人 需要开始更深的 认识神的真理 Amen Amen 真理是永不妥协的 我们的神 就是那独一的真神 Amen 祂不是跟你谈爱而已 祂有慈爱跟公义两面 在第四题 我们一起来 圣经是两千多年前完成的 跟现在的环境大不同 我们应该坚守旧时的教导 更要去学习 圣经爱的精神 尊重他人的选择和权利 对的请举手 错的请举手 错的请举手 OK 好 我们请公布答案 错的请坐下 来 眼睛看我 这些人就是神要拣选的 来 眼睛请看我 我们常常会有把真理 分成旧的跟新的 我要告诉你 没有什么旧跟新的 真理就是真理 明白的你说明白 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 很多时刻 若你不明白神的心意 常常有一些人 就会一直来告诉你 会有一个迷惑 临到你的身上 你知道台湾 现今异端 已经异教非常的多了 我到马来西亚 去服侍的那个异教 现在也在高雄 开始建立一个 很大的教会 我要提醒的一件事情 是年轻人们 你一定要好好读神的话 渴慕神的话 以至于你才会知道 神的旨意 当一个人明白 神做事的法则 我要告诉你 这个人不容易 偏离神的道 最后一题 运用科技是现今的 发展的趋势 教会应该跟上 5G的世代 引进了更先进的人工智慧 和人体的智能晶片 不但能福音广传 也将提高 教会生活的便利性 对的请举手 错的请举手 那个已经坐下 就不用举手了 因为已经没有了 错的请举手 对的请举手 OK 好 我们请公布答案 这一题我要告诉你 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 5G 进入到虚拟的世界里面 这是一定会达到的 甚至接下来 你要知道 在各国里面开始呢 在人体 在动物里面 开始会进入到一个晶片 但我要提的是 晶片这件事情 不是我要探讨的 我要探讨的是 你所信的是哪一位 在你生命当中 你所倚靠的是哪一位 若是在现今的生活里面 你没有好好的来明白 好好的跟这一位神 来进入到亲密的关系里面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你常常会进入到 一个迷惑的里面 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 一个被选知名 一个进入到一个 被神的灵充满的人 他开始是明白神的真理 明白神的心意的 Amen 我们来看我们这个家 有那么多人 就只剩下这些人 我必须要说 这些是被选上的 来请坐 眼睛看我 我只是跟你们玩这个游戏 你不要被我冒犯 我只是渴望我们这个家 圣灵的造访 学习接待 圣灵的居住 圣灵的同在的日子里面 我们更深的是渴慕神的话 我们这个家中 要长出爱慕神的话 明白了你说明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想邀请每一个家人 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们一起来敬拜 今天晚上我想邀请你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来献上 再一次将你的生命 全然的献上 我想鼓励你 有多少人 你对于现今的生活 如果你不满足的 请举一下手来 甚至让你的生命里面 已经进入到 不冷不热的 你把手高举起来 今天晚上最后 我想要邀请呼召这些人 你走出来 当我们在敬拜团 在敬拜的时候 我想邀请你们 我想邀请你们就走出来 我想邀请你们就走出来 我心想邀请我 我心何等渴望 来真宠明 祝我有全心来敬拜祢 烦在我里面里 都在陪祢 我一切所爱都在于祢 主我献上我心 我献上我的祢 我活着为了祢 我的每个气息 生命中的每个时刻 主成全地之一 主我献上我心 我献上我的祢 我活着为了祢 我的每个气息 生命中的每个时刻 主成全地之一 主我献上我心 你献上我的祢 主我活着为了祢 我活着为了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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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口来祷告 把自己全然的献上 我活着为了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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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的双手 向神来说我愿意 我活着为了祢 我活着为了祢 祢选拯祢 牵上我心 牵上我心 牵上我灵 神祢来帮助我们 呼 掀上我心 牵上我灵 呼 野耐 你 神啊 神啊 烧走我们 神啊 神啊 祝 sent usin 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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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成为了祢 我的美的清醒 是你做的美的时刻 祝这权力之地 祝我宣传我心 我宣传我了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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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美的清醒 是你做的美的时刻 就成全你之一 好不好 你开口来 祷告 你把你自己再一次交电 在神施恩的座前 把你自己 甚至你过去的眼目 你已经失焦了 甚至你常常注视的只是 神啊 为什么我还在困住的 我好像没有办法跨出去的 今天晚上我想邀请你 一个一个开口跟神来祷告 当我数到三的时候 把你自己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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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再把自己交电 在这个祭祭面前 让神祭弦的烈焰烧找你 烧找我们 我数到三 开口来祷告 开口来祷告 一二三 把自己献上 把自己先交出来 这里面的挣扎 这里面的挣扎 今天晚上我想鼓励 我也感觉到 我觉得神的同在越来越浓厚 我想邀请你把手打开 就像领受礼物一样 有多少人你跟神说 神啊 我好渴望 我好渴望 当你在选的时候 我就是那个被选上的那一位 在过去 你知道你很清楚 神的邀请临到你的生命当中 但是你按着你当时肉体的软弱 你没有回应的 那个人你把手高举起来 在你里面 你已经有一个极大的不满足的 你把手高举起来 这些人我想邀请你先到我的左手边 先到我的左手边 今天晚上 我感受到神 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领受到这个能力 你把手持续的打开 圣灵我祷告 带领着我们 带领着我们 让我们不再 主啊 不再进入到遗憾的里面 主今天晚上俱翻 我们回转 来到你施恩做前的 神啊 再把能力赐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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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的这一群年轻人 后面的家人 把手高举起来 我们来祷告 按着神给你的呼求 为前面的人来祷告 前面的人我要鼓励你 神如果光照你改变 光照你认罪 你就回到你施子座前 你先为自己祷告 不要为别人祷告 你先为自己祷告 先为自己来祷告 我数到三 你开口来祷告 我感觉到神的同在 越来越浓厚 神的同在越来越浓厚 神的同在越来越浓厚 我数到三 你就开口来祷告 你就开口来祷告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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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你用爱的触摸 触摸你保爱的仆人 使女 让你的孩子们 经历你更深的爱 主我祷告 让我们这个家 主啊我们真的说 你一个都不放过 一个都不放过 你里面开始跟神祷告 神灵我要邀请你造反我 我要邀请你造反我 这一次我不再让你离开 这一次我不再让你离开 神啊带着我们 带着我们 开口来祷告 开口来祷告 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位叫Amy谢的 H-S-I-E-H Amy 有在我们当中吗 黑到墙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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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持续把眼睛闭起来 定睛在神的身上 Holy Spirit Come 主我祷告这个爱的波浪红桃 一波再一波 一波 一波再一波 POWER 圣灵我祷告 让我们的心全然归给你 归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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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跟神说我要把自己归给你 我要把自己归给你 神的同在越来越浓厚喔 你站立不住的你就跪下来 Holy Spirit Come Come 你一路全所有 你是往不远走 一切都分于你 你一路全所有 我 为你的妈妈祝福 我祷告 我祷告 神呼召你就像个宣教士啊 一群一群孩子 都送出去啊 送出去啊 主我祷告 Touch Fire More Take it Take it Take it 你里面有很多的挣扎 神把能力给你 不要怕 只要信 不要怕 只要信 Anointing 改变 改变 我祷告这个家 奉耶稣基督律民命令一切疾病的诠释 癌症的诠释完全的离开 Fire Power 那个能力喔 从腹中会喷涌出来喔 尼urer мат来西近 马来西加 马来西加 玛来西加 马来西加 一批一批啊 一批一批 mummy aaaaa Дж 却是用 单单的来敬拜祂 神啊 一世万物源头 一切都归于祢 没所荣耀 从白天到明月圣留祢昨天 心想记得不求神到祢昨天 从白天到明月圣留祢昨天 我想请我们的牧者 为在台前的弟兄姊妹来祷告 请我们的牧者同工们来祝福 从白天到明月圣留祢昨天 心想记得不求神到祢昨天 从白天到明月圣留祢昨天 心想记得不求神到祢昨天 你赢了ouch 你可以就给我欺负 guard 你赢了所有荣耀 你赔的全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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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失望不远走 你选了回忆 你赔的全所有 你开口来顾求 开口来顾求祂 开口来顾求祂 神祢再把能力赐给我们 把能力赐给我们 把能力赐给我们 Power 一个更新的力量 你把手打开持续来领受 祝我 这个同在 祝我祷告这个同在 Glory 淹没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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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多少人你可慕领受到能力的 有多少人你可慕领受到能力的 你把手打开 注视着神 注视着神 我们当中你是区长的 甚至是小组长的 你可不可以先到第一排来 我祷告神这个能力 神的同在越来越丰富 我祷告神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领袖 这个能力 你出来你就站立起来 先不要跪着 先不要跪着 你来领受这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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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观望 你尽管来祷告领受 神会对你的心说话 这个能力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主我祷告 习安一渠牢就生出儿女来 习安一渠牢就生出儿女来 主我祷告这个家 主啊一渠牢就生出儿女来 主我祷告这是一个拆派的季节 这是一个拆派的季节 主我祷告更新领袖一切的心思意念 POWER MORE MORE TAKE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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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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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祷告一切在生养停滞的 主我祷告要全然的开展 一渠牢就生出儿女来 一渠牢就生出儿女来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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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祷告的火 一个祷告的火 一个呼求的能力 来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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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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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POWER ANNOY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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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E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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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突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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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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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除一切的眼目 能力来咯 越来越快咯 你预备好咯 预备好咯 TAKE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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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 TAM 我要请光光哥为每一个人离告 每一个組长跟新鸣哥 我感觉到有一个极大的能力 从你们身上 Holy Spirit 持续祷告 不要停止 前面的你只管领受就好了 这个能力来了 这个能力来了 你会感受到 如风一样 March Glory 不要怕 只要信 神给你了 Take it March 主我祷告 主要一个更新的力量 一个更新的力量 一个牧羊的策略 里面的孤单 里面的孤单 Release Release Touch Take it Take it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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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Take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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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 Touch Take it Take it Keep it Cut Pain it 火 一個允許的力量 一個聲揚的能力 Fire 法律 Spirit come 攪動 攪動 從腹中噴泳出能力來 FIRE TOUCH MORE 一個更新的力量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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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היה Ah A 你继续祷告 继续祷告 我日里坐在哪里 我祷告神 圣灵现在就充满你 我祷告神让你领受 领受这个能力 这个能力 主我祷告 这是一个拆派 主帮助着我们 让我们跨出去 跨出去 跨出去 你赔的全所有 祢是万物源头 一切都归于祢 祢赔了所有荣耀 祢赔了全所有 祢赔了全所有 祢是万物源头 祢是万物源头 一切都归于祢 祢赔了所有荣耀 从来天到黑夜 闪到祢昨天 心向心 人物搜神到祢昨天 从来天到黑夜 闪到祢昨天 心向心 人物搜神到祢昨天 从来天到黑夜闪到祢昨天 心向心的故事 闪到祢昨天 从来天到黑夜闪到祢昨天 心向心 心向心 祢赔了全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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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有人叫刘天佑吗 有人叫刘天佑吗 10月28号升 你把手打开 我一直看到这个名字 神要你不要怕 你一直在徘徊 在过去的三年 我看到你一直在转 神要帮助你 弟兄 我要鼓励你 你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 有很多人会来找你 但我也要鼓励你 不要放弃 我看到神 我看到神你一个一个去抓 一个一个去乳养 我祷告神 一个祷告的火 神半夜会把你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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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那个时间是三点跟四点 我祷告神 让你里面开始去经历 一个超自然 去经历一个祷告 开始看见神的国降临 圣灵我祷告 POWER 一个能力 从腹中喷涌出来 在接下来的两年 我要鼓励你 你要为你的 为你的 为你的婚姻祷告 为你的另一半祷告 神要祝福你 在你里面不再有挣扎 我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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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刻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我看到你进入到银行 我看到你进入到银行 甚至我看到你好像又在往一个 一个健康的方面往那里走 但我要鼓励你 神的呼召临到你的身上 神的呼召临到你的身上 我要鼓励你勤读神的话 接下来的两年 主 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释放我的弟兄 主 我祷告一个为父的心 一个跟父亲的关系 在这个家中要全然的发生 我祷告神让你跟父亲 持续要领受这个父亲的爱 圣灵我祷告高抹下来 高抹下来 高抹下来 五 一 三 三 四 五 四 四 四 五 八 主 我们敬拜祢 主 我们赞美祢 主 你不但呼召我们每一个人 主 我为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来祷告 主 让我们是选上的 主 让我们是选上的 主 让我们来回应祢 主 我已经可以大大的来恩高我们 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圣灵与我们的心 一起来证明 我们不只被呼召 我们更是被选上的一群人 愿祢在我们中间得着所有的荣耀 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拍手把所有的掌声荣耀 淡淡的归给神 哈利路亚 好不好 最后去找五个人 跟他说你不只被呼召 你也被选上 阿们 我们彼此祝福 我们今天的祝阿里加班结束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这真是一个非常美好 非常荣耀 非常有能力的聚会 那现在呢 我们的After Party已经要开始了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账号跟密码 赶快连上赶快参与在当中 来在这个Party当中 分享你今天的领受跟感动 让我们更多的一起祷告 然后在这个After Party里面 不只是我们可以分享今天的信息 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彼此的生活 彼此坚固 彼此待导哦 嗯真的相信今天大家都有非常 都满满的领受 刚刚在聚会的时候 我的国中小组员就 因为讲到要 就是我们要早熟嘛 被选上的特征应该是早熟 那我们刚刚的小组就到淡仪里 我们还说哦 那我们就改成早熟小组 好啦 这篇道呢 真的是有非常多的重点 非常的深入 但是又非常的容易懂 所以希望弟兄姐妹 可以多听几次哦 那下个礼拜三呢 我们的线上角组 也会来分享 今天的信息 然后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 当天你当然可以来参与我们 然后来提出你的问题 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跟分享哦 好那下个礼拜 我们的聚会是信中牧师 要来我们当中分享 让我们呢 都能够来持续的 来每个礼拜 背神来更新 来认识神的话 然后也让 也求神来帮助我们 能够空出时间 一起参加会前祷告 我真的觉得会前祷告 是可以让我们聚焦 然后能够预备好我们的心 来参加聚会的一个 一段时间 好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下个礼拜 会前祷 在四点半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了哦 好那下个礼拜见 拜拜 好那下个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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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下个礼拜